2022年第56届国际拼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决赛成都将于9月30日至10月9日举行 起源于英国的乒乓球为何会成为中国国球 百年乒乓如何小球转动大球 成都士拼赛团体赛国际裁判四川省拼协财委会副主任成都体育学院拼语教研士主任岳海鹏教授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中国队是在1959年25届士拼赛的时候由荣国团拿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在那个之前首先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当乒乓球刚刚成为一项正式比赛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从26年开始 基本上是叫欧洲全胜时期 那个时候的打法是以小球打法和防守型打法为主 那个时候主要是由于陷于器材的原因 所以进攻型打法还没有出现 第二个阶段就是日本队崛起 那么日本队它的崛起不是偶然的 是因为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武器 就是我们的球拍 它发明了这个海绵拍 后来又发明了胶皮海绵拍 那么在这个武器的支撑之下就产生了新的打法 就是弧圈形的打法 所以在那几届日本队基本上是雄霸于世界 在日本队之后就是中国队的崛起 中国队崛起的标志就是在1959年的龙国团 然后其后中国队不断地拿到世界冠军 虽然说在中途有一些低潮时期 但是这个低潮时期都不是太长 那么移植基本上保持了中国乒乓球的全盛的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中国乒乓球逐渐从起步到发展 到现在的鼎盛时期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又与我们新中国的建立了 深深地嵌入到了我们新中国建立的历史进程当中 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事件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乒乓外交 我们俗称的是小球转动大球 那么这个乒乓球在这个过程当中 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桥梁作用 我们中国都是派出了最强阵容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马龙应该是从05年的 拿到第一枚金牌到现在 已经是拿了很多个的大满贯了 那么他作为一名老队员 那么我相信他还是能够带领我们 中国队的新队员不断地成长 那么中国队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梯队建设非常的好 看点呢 这个当然有一些遗憾 就是比如说德国队 那么德国队的几个主力 像奥恰洛夫 波尔都不会参与 有这个疫情的原因 当然也有各个国家自己的原因 但是呢 它仍然不失为一个精彩的一届比赛 那么我们期待这次比赛 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这个惊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